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臥草公民放送局 這一集是我們罷免系列影片的第三集 我們將討論這幾年罷免狂潮背後的問題 和大家一起思考 台灣需要怎麼樣的罷免制度 若想了解罷免是什麼 過去幾次重要的案例與修法 歡迎點擊影片的文字區觀看前兩集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罷免狂潮來襲 是生化民主 還是撕裂社會 2016年民進黨完全執政 通過罷免新制後 已經有16個罷免案成案 這兩年罷免更是如雨後春策 光是2020年就有9次 其中最多的就是鄉鎮市层级以下的罷免 不過獲得較多關注的還是直轄市長 議員及立委的罷免案 像是高雄市長韩國瑜 議員黃杰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以及立委黃國昌 陳柏惟及林昌走的罷免案 在席捲全台的罷免狂潮下 似乎沒有因此朝民主深化前進 反而出現更多的社會撕裂 就是要對決 罷免不討論 只動員 從今年幾次罷免即公投 大家一定也可以明顯感受到 雖然很多人一再呼籲投票 應該給予事實 理性討論 不過一旦進入白熱化 最終還是回到政黨對決 而且民主的重點是討論 不能都再對決 這或許也是為什麼許多 歐洲民主先進國家 對罷免的規定都叫嚴格 甚至沒有罷免制度 背後的用意 就是要避免社會陷入過度動員 罷免是要提醒政治人物 面對權利 與人民時必須要謙卑 如果帶來過多的政治動員 與社會對立 就有必要思考如何改善 一套罷免制度 首長民代都適用 民主國家中的民選首長 像是總統 縣市長權力較大 會立即對人民的生活 甚至安全產生影響 立委 議員等民意代表 人數多 權力小 不會產生立即危害 目前台灣兩者 卻是使用同一套規定 權力不同 罷免機制也應該不同 台灣的民意代表 是採取法定代表制 民意代表當選的那一刻開始 就不是對原本的選區負責 而是對全體國民和憲法負責 也和由原本選區罷免的制度 設計有衝突 這也是多數國家的罷免制度 非常嚴格 甚至不能罷免 只能透過定期改選 來實踐民主的原因 真假 罷免制度不是多數民主國家常態 目前世界上約有20個國家 美國、英國、瑞士、日本與韓國 有罷免制度 其中以美國最常出現罷免 但50個州裡 也只有19個州可以罷免州長或州議員 且多半必須是有特定理由 美國開國至今 也僅有兩位州長遭到罷免 瑞士26個州裡面 也只有6個州可以罷免行政首長 及民意代表 台灣是個新興民主國家 許多制度都還在嘗試與摸索 這幾年來 罷免帶來的動員與對決 埋下許多民主隱憂 未來罷免制度 該如何檢討 甚至修正 需要我們持續關心 如果你喜歡沃草公民放送局的影片 記得留言讓我們知道 也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定期令而支持沃草 讓我們創作更多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